各位观众大家好,邱教授,早晨 你好,大卫sir 你好 如何?身体无氧 还可以,刚刚从珠海回来,你又回到香港 大家趁这个机会,也在这个节日期间 做一个大家都不开心,觉得他不应该做,或者应该做的题目 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是,什么题目呢?就是李家超就上了中央 其实的时候就说,中央很快就会作出一个释法的决定 这个决定,我们都听过赵教授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香港自己可以搞定这个情况 就不需要去到人大释法 因为很简单,你要处理这个手法 你要处理这个方式,这个手法 其实是可以由香港自己搞定的 但是呢,律政司又出现很大问题 我始终觉得是,我很认同赵教授所说的 这件事,如果你每一件事都要找中央的释法 那我要你律政来做什么? 我不如整个司法就放上去给中央就算了 那其实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觉得整个法制上高 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宪制责任 宪制责任 这个责任就不可以推堂的 但是有朋友觉得,人大释法最简单的了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但是法律界人士不是这么看吗? 是吧? 为什么不是这么看? 我们相信赵教授就已经说了 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回列显伦大法官 其实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也跟大家提过这一点 就说觉得,你不要每次都找人大释法 是吧? 你找人大释法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是吧? 就是香港司法独立会裂成碎片 香港的高度自治又会被破坏 紧接下来是无法计算的后果 那其实,我想中央其实都是这样想的 因为大家知道列显伦大法官 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时候梁爱斯呢 我就觉得他说的呢 就不是很清晰 他说不要被人大释法 有些什么的时候 其实那个说法呢 跟列显伦这次他说呢 就似乎两个的观点有点不同 想请赵教授呢 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吗?赵教授 是啊,我先这样说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首先呢 我就会看回当年一国两制 为什么邓小平不会提出这个观念 其实一国两制 如果大家翻阅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 这四个字的观念 其实是刘少奇提出来的 在中国法律汇篇里面提过的 引用过的 现在这本法律汇篇 已经不再喊含了 但我相信党史局里面应该有 好,好 当时的想法就是 香港经过156年的英国管治 已经形成了一套 而这一套呢 是当时 以至到现在 都是仍然被美西方国家 所认为是认同的 接受的等等 第二呢 就是说 在英治时代 遗留下来的 多元有好东西 有不好的东西 我会觉得 是不好的多个好 所以我会觉得 回归之后那麽多年 一个非常违陷的事 就是没有将一些 好的继续 保留它去无全精 把垃圾掃在哪里 应该是这样做的 可惜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就将一国两制 故意歪曲了它 不再详细去说 因为2019年发生的事情 到了黎菩萨自身难保 前前后后 大家看到的发生的事情 是很显明地 显著地 告诉公众 这个 当时的一国两制国家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 是有点过分了 所以那天戴卫sir 你去说另外一位朋友 他提出来说 以后不要叫香港特别行政区了 一定要说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实 如果当年回归之后 立刻这样说 我觉得 有25年的时间 慢慢令到所有人去理解 为什么香港回归之后 是一个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此其是一 第二点就是 我和戴卫sir 分析过 他说过很多次 就是 香港的普通法 或者又叫做习惯法 海洋法 等等 是一个不成文法 这个不成文法 是最高级的法院 将当前他碰到的事情 归纳在一些碰遍双方的法律代表 提出来的理据 然后就觉得 他们提出来的理据 以及那些判例 还有没有需要 因为时间的不同 事件的不同 当事人的情况等等 是需要将这些判例修改一下 好可惜 黎菩萨这件事件 我们看到的是 是个别的起诉官员 应该是法律代表 是没有 我应该这样说 是好像 没有尽责地 去 告诉法院 这个案子 就是这样 过去的判例 也有这些 但是 在这个案子内 有些不同 因为 这个人 涉及的是 履通外国 所以 与国家安全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 港区国安法 其中 四大原则 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 亦因为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留意 就是 请法官 法庭 留意一下 我提出来的达当 我是代表律政司 我提出来这些过去的判例 在某个程度来说 这些判例都适合 但在这个案子里面 就不适合 所以呢 我接着 我就会引用一些 在国家安全有关的 案子里面的判例 但这些未必一定是来自 五眼联盟也好 或者股东法国家的判例也好 可以让法官去考虑一下 特别是 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自己觉得 到了第三点 是完全 可以 引用这个 中国 在过去一直以来 国家安全的 一些案子里面 有哪些案子呢 就是个别的祖国 一些汉奸 他们为外国从事间谍工作等等 都可以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让法官有更多的范畴 去考虑这个案子 以至到 提出来的过去的判例 有哪些需要修改 哪些根本是不可以接受 逐个案子去说 然后引导整个法院 向一个国家安全 香港的事务去看 也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个人就会觉得 到了第四年 这次这个案子里面 集中在一个香港本地的法规 然后引用那些法例 和那些过去的判例 是不恰当的 即是说 不恰当的原因 不是完全不恰当 是不得全面 你不得全面 你提出来一些 这样的判例 这样的起诉方式 作为代表 被告的那边的法律代表 他当然 就可以 就着你提出来 即是当我是我 我代表律政司 我提出来的一些东西 你反驳我 但如果我懒惰 我不做足功夫 不去做足刚才我说的情况 去引导提醒 或者任何一个字眼 大家去想想 去让法官作为一个评判 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就当我去打这场球 我不下足力去打的时候 不敢输的 是吧 你没有来叫他球证 下场帮他打完 所以他球证很厉害 他叫法官 就这么说 所以列显伦先生 到了第五点 他提出来的那点 是有理由的 不但只是碎片化 而且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每次都找中央的时候 这样整个司法制度 不需要有另外一个 虽然我也曾经说 去到第六点 就说在香港回归之后 人大释法等等 是摆在基本法附件三 但其实摆在基本法附件三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 各位香港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哪个界别 特别在这个情况 就是法律界 香港的目标 那个信号或者信息 就告诉香港法律界 虽然香港是用普通法 习惯法等等 但是人大作为释法 现在摆在基本法附件三 而基本法是从属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法律 而也是属于人大下面的一个范畴 而中国的人大释法也好 人大的一个功能也好 都会在这个范畴下面 放在附件三 而基本法本身是从属于人大的 所以用逻辑法理 以至于常理 去看的时候 就是告诉香港的司法界朋友 香港这个习惯法 是需要尽快 尽力 尽心 尽意 去和祖国磨合 因为最终 是祖国的法规 是凌鸡于香港的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七点 就是你要释法的原因 就是已经告诉你 你的释法的手段 就是已经提醒了香港 每一个界别 特别是司法界的朋友 香港的法例 最终 是以人大释法为准 以人大 那个法律 为主要的 指南针 以至到 道行 用什么语言都不要紧 但最重要一点就是 说到底 我们需要的 是一个 祖国 和香港的法律 本身是要磨合的 第八点我说过的 也都不断重复的 磨合不是香港 也都不是我作出来的 而是英国 参加欧盟 那个 之前的欧洲共同市场之后 就一早已经和 欧洲大陆那边的法律 那边的法律 都是成文法 是大陆法 和我们祖国的 社会主义法制是大同小异 我说 已经磨合了很多年 有磨合的经验 所以 因为是这样的时候 我看不到 为什么 香港这次对黎菩萨这个案子 是需要人大释法 因为是这样 我就和大卫sir 做了两三条片 好 给你大卫sir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今次的时候 磨合是少的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整个情况 应该怎么样去做 有少少进退失去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 对不对 对 我就差一句 说 当年 莊峰园事件 就是说 那些人在香港 在香港 一个母子 在内地 一个小朋友来香港 后来说 你在香港出生 就可以了 你就是香港人了 记不记得那个案子 莊峰园事件 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海外看得很严重的 我只是可以笑 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 我说司法界 是有一个决心 回归之后 好好地去为香港一国两制把关 而且是利用不同的机会 如何和祖国磨合 虽然说二十多年前 其实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磨合 已经有很多年了 在那段时间 但我们会看到 其实中国内地的司法界朋友 他们虽然 开始的时候 是相当落后 我自己也在内地 不断和他们学习 好像早期是我教他们 可以这么说 但后期 就是他们教我 原因是 他们学得很快 很勤力 还有国家有钱 我应该这么说 国家当年没有现在这么多钱 但是 国家安排的 就是有先后之的次序 所以当年邓小平 正式改革开放 拿了大权在199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 咬紧牙筋 每一年资助上万的中国精英 去世界各地留学 有些人私底下就问 这个是一些道听途说 就问邓伯伯 你不怕那些人 经过文革之后 咬得这么辛苦 你给钱到外面 读书 他不回来怎么办 那文说呢 这位很有智慧的邓伯伯 邓小平 就说 即使他们留下 早晚我们祖国 会发展开来 他们会回来 一点都没有说错 对不对 另外如果他们真的留下 对祖国一样有贡献 因为略让更多的西方朋友了解中国 当然了 邓伯伯也看漏了一点 就是有个别的 就成为帮助外国去对付自己祖国 所以他们当前这两天 有个姓什么的话 就是成为当代 历史上中国的第一个大汉奸 而且是被制裁 那个人不要提名字 因为他已经被剔除在族谱外面 是姓鱼的 他不是姓鱼的 因为家族都踢了他出去 好的 他改了名字 不如改名字 是不是 都被人踢了出去族谱外面 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就是 如果大家 分析一下我刚才提的八点 你不可以说聶杰伦先生 没有他的见地 我会觉得也是 我担心香港司法界 真是碎片化 放软手脚给中央去做任何事 其实我害了香港 因为香港本身 因为香港本身 是有一个司法独立性 西方仍然是接受 如果我们放软手脚的说话 如果我们放软手脚的说话 更加让美西方更多的理由 就是抹黑祖国 抹黑香港 因为香港 打乱了 甚至是粉碎了一些西方 这种未必是那么熟悉中国 特别是香港 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前回归之后 特别是港区国安法 推行之后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 真的是时候 去到我的老生常谈 或者老伯常谈 就是香港是时候 做一个独立的司法监督委员会 一方面 是督到一些 在相关的部门 好像坐在那里 就等收人工 做好这份工就可以了 第二 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份工 就是说 为司法界这份工 政府的公务员 跟他改正一下他 时不时去鞭策 他们做事 如果他不行 那就唯有 请他另谋高咒 所以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 也有法官做得不好 那我们也是 通过这个独立监督委员会 就马上修正他 这个随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了 给大家时间 戴卫sir 我又会觉得 是时候 我们就停一停 让网友们 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不好呢 好啊 一于这样说 因为其实 法律上 有争议性在 那 譬如我看回 莊丰园案 那件事 就是 雙妃的子女 在香港出生 出生地那边 那其实 当初都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也提过大家 法公委是很重要的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 就是我们国家里面 人大常委会里面的法公委 其实对于一些法律的解释 是非常专业的 那其实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还有香港应该是用什么的角色 用什么的层次去想一想 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整个呢 就是司法融合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时间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先 好吗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 我怕闷到网友们了 还有呢 给大家思考一下 拜拜 好 拜拜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赵教授 拜拜 拜拜